尤其是彰化地區 抬頭就可以看到漂亮的天空 非常適合出遊 南部地區呢 歡迎來到彰化市 同學是透過主角看電視轉台切換節目 再將鏡頭帶入電視畫面 呈現彰化不同地方特色 其中旅遊節目是介紹鹿港的美食米地邊 我們這一部的片名叫做 歡迎來到彰化市 然後我們取 呃彰化市的市就是 電視台的電視的市 然後因為我們這一部的影片呈現是以 就是我們片頭 然後以一個主角 然後他在轉電視的畫面 然後我們直接帶到鏡頭 呃帶到電視畫面 然後呢 我們就以轉台的方式 就是可能 第一個節目就是旅遊節目啊 然後第二個節目是 電視用新聞主播的方式 然後 然後第三個節目可能是一個 呃 廣告之類的 然後 所有的這些節目 全部都是 彰化沿海的一些 地點介紹還有一些他們的特色美食這樣 另外一組同學也是以鹿港為拍攝的對象 透過長大後的主角 帶朋友回家鄉鹿港 介紹鹿港知名的景點和小吃 表現記憶裡的童年 讓更多人認識鹿港 我們這部片主要是分享就是 關於 關於 童年回憶的部分 然後 只挑鹿港的話 是因為 我們跟鹿港比較有感情 然後 我們蠻多都是彰化人的 然後大家都是 比較常去鹿港 和就是 比較跟鹿港有連結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 童玩的部分出現 就是要表現出童年回憶這樣 彰化縣政府舉辦來場天河海的竊購 彰化濱海大探索創影片競賽 新資代用創意行銷彰化 透過影片 讓更多人認識彰化的美